那他極克力可以看一下 大概我稍微報告一下 禮拜六的時間 大概可以產生3萬人次的這個流量 我報告一下3萬人次什麼意思 如果以那個收購的開幕開幕的時候 大概一天可以到達6萬人到7萬人左右 那平常時間那個天母收購 大約也是在3萬人到5萬人之間 但是我們生活市集 禮拜六十也能帶來3萬人 我先說明一下這個極克力量 如果各位有機會去參與 結果發現那廣場集滿的都是人 慢慢都是人 那當然禮拜天的情況比較稍微差一點 那禮拜五晚上就人數更少一點 不過基本上我想這個 現在的整個這個情況 現在正在繼續在增強 那他的位置就在天母廣場 就是天母的新中心 所以這個剛剛看到那個圖片 可以給各位一些想法 就是說其實我們現在正在試著 把天母生活市集所帶來的這些人潮 怎麼樣子把它推進到各個商圈的其他的店家 就從中心點往外發散 但是我也要報告說 可是坦白說 也有很多商圈店家來complain 說哎呀你怎麼沒有照顧到我們 比方說天母廣場的店家 天母延緩 那我也只能報告說很抱歉 這個能夠帶200公尺300公尺 算很厲害了 我說真的 就你從廣場能夠帶100公尺 說真的已經很遠了 所以我想這是要次第發展 就是我們逐步先從廣場周圍的店家 一步一步發展起來 把它整個繁榮上來以後 再繼續往其他的店家發展 這個是我們現在能夠進行的方式 所以當然我們 我目標是希望要這麼做 可是這個需要一步 我們包括現在也爭取到一些預算 做所謂的導覽指示牌 那我們也做這個所謂人形立牌的 有300個人形立牌的操作 到時候我們再來進一步的說明 那這個當然也是要說明一下我們的榮耀 這就是我們唐理事長 那我們在這次的評比裡面 那這個商業師的一個 全國二手商品交換交易示範市集的部分 那這評比的結果 那那個南部的高雄的新昌市集 是南部的這個冠軍 那我們北部的冠軍就是我們天堡生活市集 那總分部我們是第一名 那我想從這個就是政府部門的一些肯定 就是從這個整個管理 還有各方面的手段上做一些評比 那也正式的也接受商業師的一些輔導 希望更進一步的 要把它更加的所謂的正式化 或是包括一些交易的規範 包括一些進一步的操作 我們現在正在進行中 那從各種媒體的露出 我想剛剛就可以了解到 那各位可能都看過那個 Channel V的這個封台灣的這個節目 那當然還有各式各樣的節目 其實各位如果看過各式各樣的媒體的報導 包括我們唐理事長要經常上節目接受訪問 前面多久又剛剛上的週刊等等 那大概我想可以看一下 那他所在位置大概在這裡 中央北路七段 東吳西路 那這有左右兩邊 那我們目前的部分是這邊是創意市集 那這有街頭藝人的區域塊 那我們可不可以隔開街頭藝人的表演 那很多街頭藝人都非常受歡迎 那我們這一邊就是野台區 就是那個所謂地下樂團的野台區 那這個左邊是這兩個是跳槽市場 那那個人潮就是白天拍的啦 到晚上拍的時候 因為很難拍攝那個人的情況 那晚上如果你去看就是晚上都排滿都是人 很難 經過現在 國際行銷 以及這個 那當然包括所謂的 這個雙語的標示等等 都是我們現在在努力的方向 那本地遊客大概20% 是這個也是蠻多的 那這個每星期的部分 大概是這樣各位可以看一下 那造成預計對整個商圈所創造的收益 大概1500萬元以上 所以一個月一個月 所以這個對很多商圈店家而言 說真話剛開始的時候 我也坦白承認很多店家 會覺得是白癡 覺得這是一種這個競爭 但是現在 尤其周邊的店家更不用講 每天都要拜託 那一下雨天他們都很頭痛 因為我們下雨天就不能動 下雨天就沒開嘛 所以一下雨天大家都愁眉苦臉 啊怎麼辦 沒生意 這很現實的問題 那 我們現在在希望經過未來的努力 要提升到 每個月30萬人次 當然我前面講過就 搭配一些其他配套的做法 那所以這個地理位置 我大概就再說一次 就這邊 我們現在能打得到的範圍 大概只有這樣 就我們只能 像天普東路來講 我們現在其實大部分 真正的力量只有到這半部 這個半部還管不到 然後我們現在還在努力試圖把這些空電面把它補起來 那那個 以西邊來看的話 現在這一塊區已經逐步在復甦 但是有一個大問題是 那個電房東 電動他的地場很強硬 對價格方面都不願意退廊 所以我們有幾條巷子是有點壓力 那但是我們陸陸續一開始找一些店家進來 那中央北路七段我剛剛講過就是 到這裡就被這個大的區塊擋住了 這很難再往上去 到美國冰淇淋文化館大概是這樣子 所以大體上我們實際上 現在能夠真正著力的 能夠產生效益大概是這個區塊 那我大概也報告一下 就是說那個天普生活史起對環境的影響 那我先講 其實任何一個帶來大量人潮活動 一定也會帶來一些負面的衝擊 我想這都無法避免 我首先要說明就是 不會都是單面的 全部都是好的 那這個我想是商圈繁榮的必然課題 我想其實不管任何一個商圈 人很多髒亂一定會有 那個噪音一定會有 然後交通的擁擠一定會有 那這一些關鍵在於說你如何去做 所以我們現在的販協會的部分呢 我們現在都開始 這個那個主動的出擊 都要包括整個交通的維持的部分 包括跟遠景的協調 交通的現場的指揮 派出自己的工作人員去指揮交通 做交通的疏導 那包括清潔的範圍 我們不是只有清潔活動現場的範圍 我們連活動現場周圍的這個垃圾桶 我們也加以 就清潔範圍我們把它加以擴大 因為當地的店家會覺得沒有錯啊 雖然不是你裡面 可是人來到這裡對不對 也造成了周圍的影響 所以協會部也擴大這樣範圍 所以我想這個是很重要的 取得他們的一個認同 我們也購買這個噪音劑等會報告 這其實也是一個很實際的問題 因為你要舉辦活動 尤其住家他的距離非常靠近 所以你的任何一個聲音 對住家影響都可能會有 所以住家都會去抱怨 我不曉得那個全國是不是 噪音標準統一 我們現在是85分貝 只要超過85分貝你就 所以我們就是必須要噪音劑自己來量 先量自己是不是超過85分貝 所以這是有關那個噪音的控制的部分 那對於店家的影響 我想第一個好疑問是 帶來人潮就會產生商機 但是帶來人潮相對來看也會造成負擔 所以這個中間如何去 這個包括產品的衝突價格衝突 這個其實都是需要一些時間 我的意思是說 其實比方說在市集裡面要買哪些商品 這些商品會不會跟商圈的店家販售商品是相同的 這是一個實際的題目 你要如何去面對 比方說市集裡面所販售的價格 會不會衝擊到店家現有的銷售的價格 這都是一個現實的困境 那所以我們採取一個措施 第一點邀請商圈店家參加市集來擺這個 參與市集 就是說OK今天商圈店家你也來市集裡面來擺 這是我們唐理事長最非常睿智的這個策略 所以店家也來擺這個市集 所以店家的參與情況拉高 第二部分就是我們對於擺這些商品我們是用控制的 就是我們不允許某些商品在這個市集裡面銷售 那這個主要目的就是要保護我們在地的店家 所以我們在業種還有這個產品的選擇上就做這樣一個努力 那當然我必須要講的是這個也很容易得罪人 我坦白報告 為什麼 因為你要做管制你就會得罪人 所以就很多人會抱怨為什麼你不讓我來 為什麼我不可以來賣像這樣 可是可能這個時候就需要像道理事長這樣的堅持跟魄力 你就要堅持說我不讓你來就不讓你來 不然這個就很麻煩 所以像這樣問題其實是蠻重要的 那所以店家跟市集的合作跟參與 我覺得其實是市集成功的很重要關鍵